HELLO 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8月19号礼拜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李欧 台北股市连续两个交易日 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拉回 所以又开始很多投资朋友担心说 台北股市这个地方是不是开始要中挫了 是不是开始要呈现一个崩盘了 确实每次只要台北股市往下跌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这种声音出现 但是我们所要观察的 我们所在看的 不应该是只有价格本身 你必须要观察的是 整个台北股市的趋势 还有整个国际股市的趋势 那什么叫趋势呢 趋势 好 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 低利率的环境 资金很宽松的环境 请问有改变吗 当然没有改变啊 因为联总会的利率低利率 它会延续到明年一整年嘛 搞不好会延续到后年都有可能 所以低利率的环境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再来呢大方向 大方向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已经即将要靠近总统大选 11月3号已经非常接近了嘛 既然非常接近了 这个地方 川普总统 他最引以为傲的美国股市 请问可以跌吗 如果跌的话 他一直不断的强调说 美国股市是他带上来的 因为他在位 所以美国股市一直涨一直涨一直 创新高 如果这时候美国股市崩盘的话 那对于他现在的选情 会不会雪上加霜 没错嘛 这个答案是呼之欲出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所要观察的是整个大方向 还有这个趋势有没有改变 好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今天的这个大盘字母画面 好你看今天虽然跌93点 昨天也跌比较多 但是你看到上面 我给大家画了三条线 这个很明显多头的趋势 是没有改变的 如果第一个绿色这个圈圈 我画这个位置 他有跌破的话 很靠近下面两个支撑 他可能就会再回探下面两个支撑 但这两个支撑其实差距 距离都蛮近的 所以我想就算真的有什么意外的 这个奇怪的招数出现 因为毕竟这时候美国总统川普 他的民调是落后拜登 他一直现阶段一直在打中国 你会发现这几天的新闻 就是美国针对这个华为 针对这个微信 针对中国大陆的这个什么 Tiktok抖音 各种的这个APP一直不断的打他 希望能够去中国话 目的是什么 是真打还是假打 其实他的主要目的 都是希望打中国 可以让他的选情拉升 可是这个之前去年是有用的 因为去年 他之前在打中国 打贸易战的时候 成功一开始 在上一阵的时候成功这个选前之前 让他有这个民调往上做个提升 可是你会发现这个打击的力道 最近一直打一直打 因为疫情太严重的关系 看起来好像这个效果是越来越差 甚至于华尔街还公开反对 甚至于要控告他 好那我想这个地方台北股市 我们从这个大方向 整个大趋势来看 其实架构没有改变 差别是差在哪里 差别是差在 你要把大型股换成小型股 因为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观点是这个地方 是指数在高涨震荡 往下是有支撑的 可是指数在往上走 要涨很多也很困难 所以你大型股不容易涨 涨不多 那你要气大选小 那高价股呢 因为高价股谁买的 法人买的嘛 大户买的嘛 他看到盘在正 他会怕嘛 所以这个地方呢 高价股可能会有卖压 好所以我们昨天看到很多 华为相关概念个股 就比较弱势嘛 所以我们强调的是 你要气大选小 气高选低 高价的要换掉 要选中低价的 所以你们发现 其实我们从7月以来 选择的再生能源 其实就跟川普 他在打的这个方向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而且我们最近 这个投资朋友 我们家属成员 所做的股票 中低价位的股票 底部起涨的股票 完全就是 依循我们这个中心思想 所以我们受到的影响很低 待会我们举几个例子 给大家看 好那上柜的部分 上柜其实这一波以来 他真的比较弱势一点点 他的高点是出现在7月9号 好那现在呢 拉回整理 他领先大盘拉回整理 他是出现一个横盘 区间整理 但这个区间其实还没有跌破 还没有跌破 他只是看起来有点弱势 但区间也没有跌破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 其实美国昨天 标普500是创历史高 可是我们看到 美国是科技股 纳斯达克创历史高 然后废半创历史高 标普500也创历史高 剩谁还没创 剩道琼还没创历史高 道琼是什么 大型股 比较慢 可是我们看到罗素2000 就是中小型股 也开始慢慢的要往上走高 所以台北股市 除非你上柜就直接跌破下面 我画那个圈圈 然后站不上去 他往下转弱空间会比较大 否则你往上走高 他目前还是维持区间 只要稍稍的往上 过前面两个圈圈 小高点再一过 前面那个高点177.29 都有可能会突破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头正不需要太过悲观 那理由是什么 给大家看 理由再生能源跟大盘 比较没有相关 我们到目前为止 还是看好这个族群 我不会因为台北股市大盘 跌个一两天 修正个一两天 我马上就是见风转舵 没有 我们还是看好这个族群 没有任何的改变 没有任何改变 因为他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 他不是只有台湾在支撑再生能源 好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气大换小 抛弃高价股 换中低价位的股票 昨天我也跟大家讲过了 高位阶涨很多 盘头的你要避开 低位阶涨比较少的 刚刚其实涨的 尤其标的是 有政府政策在支持的 还有未来财报数字 跟产业前景很好的公司 待会我们会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就是说如何去看 未来财报数字会很好 产业前景会很好的公司 而且也是在低位阶 底部刚刚要起涨的 这时候做这个动作 影响未来财富 差距会非常大 你仔细看 左手边的 千万不要去碰 右手边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方向 我们现在的方向 好 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刚刚所提到 为什么我认为这个地方大趋势还没有改变 第一个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美元指数昨天破底 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资金美元的资金 它是往新兴市场 新兴国家在做移动 美元指数破底 前就是流到新兴市场 这个毫无任何的疑问 毫无任何疑问 好 那再来你仔细看 今天台北股市算跌 大家都只看台北股市跌 你仔细看一下 今天这个是台币的汇率 开盘是29.51 就是今天最高 随着指数往下跌 你看台币是走深的 来到最低29.370 在我们录影前 14.30分 2点半 最低是来到多少 这个29.370 那14点半是来到29.377 29.377 所以台币是不是在走深 没错 收盘之后台币也在走深 所以钱没有外流 资金是最准的 看钱是最准的 只是说钱是跑到哪些股票 哪些族群 这种差异而已 类股各股轮动 这个我们讲很多次了 一下子太阳能 一下子离岸风电 一下轻能 一下除能 今天太阳能很惨 超级无敌惨 好几档帽底打到跌听板 达能打到跌听板 好待会跟大家解释说 为什么会这么惨 好 因为这股票 今天帽底20分钟撮合一次 达能他也被关了 也是20分钟撮合一次 好 所以这时候当然短线涨多了 帽底我们先前教过大家怎么评估了 他的第二季赚0.51 他是用这个 减资之后财报来回推的 短线实际上他真的也有点涨多了 有点涨多了 好 所以他今天往下跌 甚至打到跌停 其实我们在前一天前两天 我们就看出来 这个筹码有稍稍松动的迹象 好 但重点是高位阶的 涨多的 你不能去追 你不能去追 但有些是在低位阶的 是比较低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离岸风电 离岸风电有谁 看一下 我先举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6244好了 时间有限 很快带过去 6244帽底 你看短线真的涨很多 所以他拉回整理 昨天就是一个十字K棒 那3686的达能 今天也打到跌停板 可是你看昨天是涨停 是最强势的 但是因为他股本只有10亿 他的性质 比较有点像是在炒作 因为他的产能 也不是最大 未来的转移题材 也不是最好的 但重点是人家股本最小 10亿而已 比较容易受到人尾的操控 所以他的涨势很凶 今天他被打到20分钟 撮合一次 所以他今天也往下打 这两只打跌停 就拖累到其他的 比如说 但是其他的表现不太一样 6443 我们先看这个3576好了 3576 3576的联合再生 联合再生这一波 说实在没什么涨 涨比较少 你看他才涨到12块而已 他是涨比较少 可是你看一下今天 今天他也被打到一度 打到接近跌停板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从他的分时走势图看出来 其实在接近跌停板附近 有人在撑 有人在撑 虽然尾盘也是收相对低 收相对低 但至少我们认为这个地方 他是有机会在接下来 率先往上追个反弹 一旦太阳能的族群开始反攻 他有机会往上走高 再来是6443的元金 元金看起来又比联合再生 强一点点 因为他收盘的位置 你要仔细看收盘位置 他没有像联合再生收的这么低 所以我想这两档标题 投资面也可以特别的去关注一下 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 那再来离岸风电的部分 离岸风电跟大家分享 我们最看好的标题 1589的永贯 今天还创下波段的新高 还创波段新高 好 那再来 除能 除能我们最看好哪一档 除能最看好6441 广定 你自己看一下广定 今天也创下波段新高 然后148.5 这一支到148.5 我们的波段获利 我们是买在哪里 我们是买在这个 起涨这里 起涨这里7月31号 波段的获利 第一批买进的已经赚60%了 已经赚60% 还抱着 那再来比如说像6125的广运 你看我们看了广运 买在波段的起涨点 买在波段起涨点 这一天8月7号 今天是创波段新高 你看今天很多台北股市 很多股票很弱势 华盖股也是弱势 我们的广运 刚开始现在正在办 今天正在办 他的这个展览 他的静默式的艺人设备 他今天公道创波段新高 再来我们刚所提到这个 氢能 有没有氢能 Brain Energy 这个美国的这个氢能大厂 这个B1代号是B1 昨天大涨19% 我给大家看这个氢能大涨19% 今天早上在Telegram 我来说台股谁直接受惠 好你仔细看一下 6282的康书 6282的康书 你看今天 创波段新高 创波段新高 这都是我们看好的股票 你仔细看一下 今天康书还拉尾盘 尾盘还往上追个拉高 所以我想 投资朋友在操作的时候 如果你把握的是 我们刚所提到的这个路径 有没有 我们刚所提到的这个路径 有政策支持 有没有 数字好 产业潜影家 位阶低的 有没有 他的走法就会不一样 他的走法就会不一样 就会出现我们这种走法 多头走势的走法 多头走势的走法 而且康书下礼拜五 下礼拜五是法说会 所以我想最近越来越多法人去拜访 后面你就知道康书除了亲人以外 他还有一个100万瓦 100万不是100万 100个百万瓦 100个MW 100个百万瓦的一个电厂 今年准备要并联发电 哇不得了 上次我们提到台电 他拥有两个 第一个是100 目前最大的是150个百万瓦的电厂 康书这一个也是100万瓦 所以规模算很大 规模算很大 所以我想仅次于今年另外一家 中兴电 中兴电有200个百万瓦 所以我想这样子的标的 有背后政府在支撑 有电厂在支撑的 太阳能光电电厂在支撑的 这种的后面走势 我觉得都会相当不错 好那再来低价位的转机股 长龙海 海运 很多人觉得很奇怪 这个疫情不是很严重吗 那这个航空公司怎么会赚钱 那很多人误会 这是海运公司 海运公司在获的 因为环保法规关系 要加装这个脱流器 加装脱流器 船一艘加装要500万美元 成本提高 而且又要在这个45天 在这个床屋里面做整修 所以运价会调高 成本会增加 电商爆量 宅经济 大家都在家里面拼命买 所以货运量大增 重点是什么 基本面发生改变 今年3月份的运价 跟现在7月份 8月份的运价比起来 涨一倍 涨100% 涨一倍 第三季还会再往上走高 那接下来 航运股一整年最旺的 就是7、8、9、10到10月 8、9月份是最旺的 所以接下来你看油价又比去年低 那这个地方 毛利率又提高 运价提高 然后毛利率也提高 因为你的成本降低 油价降低 所以明年假设疫情真的变好转 这个地方航运股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是一个长线的大转机股 长线的大转机股 大家不相信你至于看月线 他月线在底部 在底部 所以这个就是低位阶 我们刚所提到的 产业前景有发生变化 而且财报的数字 重点是未来财报数字 第三季财报数字 我们是可以估算的出来的 业绩表现会相当相当不错的 所以你看到今天 2603 今天长荣是不是也创波段新高 一样创波段新高 好 但重点是当他创波段新高 如果接下来遇到震荡拉回 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 但重点是你要买在什么时间点 短线看起来好像长很多 我刚刚跟大家分享 你说月线架构 月线是在地板 没错 但你知道会长到哪里 这个我们有算出来 大约的满足价位是在哪里 跟现在的距离 还是有一些空间在 而且因为他低价 所以他的未来满足的空间 其实在我们看来是相当大的 是相当大的 好 那再来今天我们有请教育成员 买进一档股票 我叫他锦上添花 我这个暗示超级无敌明显的 在Telegram里面 我们也有公开分享 我说这档股票 营收月增年增 一样我一定会先看数字 产业 还有他的基本面 营收数字真的表现不错 然后底部大底成型 突破颈限 成交量放大 量先架行 早上是这样子 后面光要涨停板 没错 所以其实领先就是最好投资 我们讲好多次了 讲好多次了 井上添花 这暗示太明显了 就是3490的单仅 单仅 好 那再来 时间有限我们讲快一点 最后一档 就是我们VIP 加入成员专属的股票 其实这样股票 我们昨天就今天想好了 想好说今天这支股票 真的表现应该是相当不错 因为你看我上面写的 7月份月增 营收月增多少 年增多少 而且中国在推这个政策 相关的公司20几家 全部喷出大涨 而且美元指数破底 是有关系的 然后业绩又开始动了 所以我们认为这张股票 有机会挑战倍数翻涨 所以在盘前 我就一一打电话 给我们VIP的教育成员 这有几位 我们就打网跟他讲说 这支股票不要犹豫 开盘就直接市价买进 市价买进 结果这支股票 真的受到市场认同 成交量很大 成交量非常非常大 好 那直接公布上涨停板 直接公布上涨停板 而且今天大盘 尾盘跌90点93点 它是从头锁到尾 从头锁到尾 那我认为后面的空间 有机会挑战翻倍 有机会挑战翻倍 好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领先才是最好投资 趋势才最帮你投养 这个我们的主轴 再生能源 还是看好 没有任何改变 只是偶尔我会做一些 比较偏 算是旁边的 而且是刚刚也是底部起涨的 好 那这些标的 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做一些 短线价差 但主轴最看好的 还是在我们的再生能源 因为这个产业前景跟趋势 很少有一个产业 可以看这么长的 比如说离岸风电 或是太阳能 当然太阳能比较短线 因为它的装置量满了之后 它需求可能就会慢慢的趋缓 可是离岸风电是未来20年 这个商机会拉很长 所以离岸风电 长得比较慢 太阳能长得比较快 好 所以我想是投资朋友要先知道的一点 要先知道 这跟产业面有关 好 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个参考 更多想要讯息 也欢迎投资朋友 加入股民当家 赖群组 还有Telegram 也祝福各位投资朋友 股民当家 幸福理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